好 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我們請行政院的簡秘書長 簡秘書長 陳偉好 秘書長 午安 辛苦了 你好 好 本習呢 原則上其實是支持轉型正義 但是呢 對於此一促轉的法案呢 其實條例呢 去保持一些保留的態度 因為轉型正義是民主國家 對於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一個補償 通常具有司法 歷史 行政 憲法 賠償等面向 簡而言之 由政府檢討過去因為政治思想的衝突 或戰爭的行為所引發的各種違反 國際法或人權保障的行為 追究加害者的犯罪行為 取回犯罪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跟權利 所以轉型正義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鞏固和保障 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 來督促政府停止調查 懲處 矯正和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的侵犯 但是自以為是的轉型正義容易導致民主國家邁向民粹 執行的過程的不平和 暴力容易造成族群對立以及撕裂 所以本習今天其實認為 其實是有點時空措置 因為新政府其實520就要上任了 我今天其實在質詢我們秘書長 可是其實有心裡在想說 很多的事情不是應該等陳美玲秘書長上來之後 來回答會比較有利嗎 那不然的話等於你現在是在幫他做homework嘛 不管是誰在質詢問你這些問題 到最後你的回答不就是 陳美玲將來要做的事情嗎 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陳美玲秘書長是不是將來應該在我們 將來要開的公聽會裡 以這個社會人士或者學者專家的名義來備詢呢 不要講備詢來參加我們的公聽會 他當然現在不會被我們所質詢 但是如果今天早上 有委員有美女律委員也是提到嘛 他說這兩場公聽會最好不要同樣的人來 然後不要行政院秘書士老師給一樣的資料 那是不是我們有辦法可以請這個影子內閣 或者是將來的內閣的團隊的相關人員 也一起來參加我們的公聽會 你覺得怎麼樣 要邀請他當然可以啊 但是我們無權去請求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積極的來促成這件事情了 那本席認為了 其實今天我下一張 在這個辦法 這個條例裡面 其實它其實充滿了這個邏輯性的錯誤了 而且呢我覺得啦 撰寫這個法案的人其實蠻厲害的 拘心剖測了 侵害人權的 介入司法 不知道是誰寫的 因為裡面呢 它排除了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以及行政院組織法 而設置這個機關 這個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條例 其實是有時候 是為了達到政治的鬥爭的目的了 不然為什麼 僅僅有威權時期 具有不正義 我們看一下這個時間點 確定了這個威權時間 回前一張好嗎 時間點是用什麼時間 所謂的威權時期 指的是 中華民國34年 8月15日到80年的4月30日 這個時間 我請問一下秘書長 為什麼用這個時間點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為什麼用這個時間點 那不曉得撰寫的人 知不知道 這個我們主席 34年應該是 戒嚴到動員開難時期結束 民國34年 可是解嚴是76年 不動員開難時期結束 好 那是結束嘛 那開始的時間 為什麼是民國34年 34年是日本宣布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的時候 對不對 他們日本人說是中戰嘛 我們說是抗戰勝利嘛 但是為什麼用這個時間 請看下一張 台灣其實是個海島國 我們過去被好多人統治過 不管是西治時期 荷蘭人治理 任何統治我們 民政時期 清朝日治時期到中華民國 請看下一張 如果照這樣子的邏輯 我們是不是應該往前推 日本人統治我們的時候 他們在現在總統府的地方 弄得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叫什麼總督府是不是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總督府也是在威權時期蓋的啊 那將來是應該怎麼樣 變成像下一張 變成像這個 之前的日治的台南週聽 現在是台灣文學館 雖然我不曉得為什麼 要叫台灣文學館 日治的週聽 為什麼叫台灣文學館 但不管怎樣 總是它變成一個Museum嘛 變成一個Museum 那我們的總統府 是不是應該 應該要變成一個Museum 然後如果我們小英總統 他是支持這個轉型正義的話 他是應該在這裡面辦公嗎 還是說我們現在為什麼要討論這個東西 是prepare for that嗎 是準備在這個月幫他轉型正義一下 讓他520能夠換個辦公的地點嗎 請看下一張 其實本席很擔心的就是這些問題 因為其實在這個草案的第二條 第二項第二款也講到了 要清除威權的象徵 過去其實在阿扁執政的時候 2007年3月13號的深夜 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當時的那個陳菊市長 他去把我們高雄市的 中正文化中心的 蔣公的這個銅像 大卸八塊 後來我們找到了幾塊 就放到了慈湖這邊 但是已經回不去了 這回不去的歷史記憶 我不是說這個是多美好的記憶 但畢竟這樣子粗暴的手段 去大卸八塊 下一張 會不會發生在將來 我們中正紀念堂的 這樣子的講公的這個 這個銅像的地方呢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民眾 不禁會擔心 我們大家的這些共同的記憶 不管這是好的記憶 不好的記憶 是不是都會被用 粗暴的手段去一筆的抹煞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是充滿了焦慮 下一張 甚至像高雄的奇經 我們有一個講公的感恩堂 當初這個其實是大臣 大臣的民眾 他們來到台灣 因為感念講公 所以蓋了一個 這裡面其實也有半觀世音菩薩 也有拜觀世音菩薩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 講公的感恩堂 將來會不會也因為 這一個促傳條例的實施 也一併被抹煞 甚至下一張 經國路 中正路 中山路 下一張 是不是也會不見了 那將來我們真的是何去何從 下一張 那一樣的 民進黨你們一開始的時候 2月1號宣誓就職的時候 高職朋委員好像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要費我們講公的這個一項 但是如果現在是 威權統治的時間 又是從民國34年開始算的時候 這件事情好像就已經無疾而終 現在都不討論這件事情了 所以下一張 本席認為說 立法院我們在 在質詢這個行使法第56條 對不起再給我30秒 公聽會以各委員會 召集委員為主席 並得邀請政府人員 及社會上有關係的人員出席表達意見 下一張 所以本席 其實就是具體的建議 不管是國民黨辦的公聽會 或者是民進黨辦的公聽會 其實新政府的相關機關的首長 是可以以社會上有關係人來的身份的 來練習參加我們這個促轉條例的公聽會 代表新政府陳述意見 向社會大眾說清楚講明白 好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來 命長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陳雪生委員 時間八分鐘 主席檢秘書長還有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是不是請主席請我們行政院檢秘書長 請秘書長 還有財政部的代表 請編副署長 陳委員好 早上我來這邊也做了程序發言 我覺得